好那現在呢我們這邊是這個學習已經3比0領先這個韓國選手了 然後呢就是這場比賽呢這個韓國選手的SAM他起手現在換牌的階段這個地方挺關鍵的 對對對因為能選主要說你今天大致上都counting的話他的選擇會比你來的寬鬆 是是 對但是我覺得這一整場對戰的重點就是應該說每一場對戰的重點都是職業上的 沒錯 會影響到整個走向假設說因為這種征服制就是一副牌不小心讓他跑了你可能就沒東西抓了 你可能就抓不到了 對像很多選手都直接說假設說我要抓戰士然後戰士第一把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韓國選手的起手其實是不太順的 我們會發現他這邊沒有一張牌是能用的 所以咧這個地方咧這個如果薛西他很有在注意的話他應該也會注意到這件事 好的那這邊我們會看到二費的時候這個韓國選手抽了一張血跡怪 所以他選擇的是鑽圖騰 那我會覺得這邊選擇鑽圖騰其實是有一些好處的 首先現在賺圖騰的話三費可以打一個一加二 可以出這個血跡怪再賺一個圖騰 再來是咧如果戰士雖然他二費是賺假 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就沒有小斧 所以呢就是這個要是出血跡怪被一個小斧砍的話特別虧 然後咧再來就是其實薛滿圖騰對戰士來說是蠻噁心的 就是說如果對薛滿跟戰士的對決比較熟的人就會知道 玩薛滿的話就是鑽鑽圖騰 戰士其實並不好處理 然後最後就是他這個鑽圖騰可以讓他這個655減費 這個655的減費其實也是挺重要的 因為在關鍵時刻可以搶一個節奏 然後還有就是他血跡怪現在並沒有一個好的配合的牌 就是沒有辦法立刻讓他加攻 那總不可能說閃電鍵直接呼對面點嘛 所以就是說這個地方 血跡怪先不下先賺圖騰我認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這邊果然是跟預測的一樣 就是這個韓國選手在這個三費回合打了一個一加二 就是下了一個天司然後賺了一個圖騰 那這邊的話就是薛希剛三費的時候選擇賺假 沒有下十字鬼 這個play的話也許是有爭議的 就是說有人可能會覺得下一個十字鬼壓壓長也不錯 但實際上下十字鬼的話也是會被天司閃電鍵解掉 所以這個地方不好說 然後這個地方呢 薛希他在試費的時候持續選擇賺假 藍貓也不打這個也不打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就可以解讀他剛剛為什麼三費沒有拍十字鬼 因為他可能他的計畫就是他準備要靠痘歐來執行第一波反場 也就是說他在打完痘歐之前他這些東西他基本沒必要就不會隨便打的 那這手呢是薛希一個非常有這個戰術的一個操作 他這邊選擇點掉對面的治療圖騰 那因為這會有什麼好處呢 這可以迷惑對手 本來到這個地步的話 對面肯定覺得他手上有鬥歐 因為他前面連續一直賺獎 但他現在點了一個這個對方圖騰 如果說你要打鬥歐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把對面的治療圖騰給點掉呢 就是說你應該是不要下生物啊 繼續賺獎就好了 就是 所以他這邊把一個圖騰點掉的話 是要暗示對面 他也許沒有鬥歐 對 所以這個有一個欺騙的效果在 再來就是這個東西可以幫克蘇恩buff 現在是5TN了 5TN他要打一個buff 6TN如果再進一個buff 他也打出來 7TN的話這個不管是加持甲 或是雙子大力才有可能可以發揮功能 所以這邊打這一手是很正確沒有問題 戰兩隻怪我覺得他滿有這個期待殼 對因為你下一回合如果3加3的話 六回合3加3 那對手過超載那一回合 可以救一個大生物了 那同時 哇他直接毒他沒有就 哇他怎麼會硬幣 他以為薛西沒有鬥歐嗎 薛西難不成他是一個騙 哇你當薛西是木樁是不是 不是這邊就是 今天騙到了所以他對 好那這個地方呢就是 韓國選手為什麼選擇硬幣上一個這個 55 其實這時候韓國選手 並不是覺得薛西沒有鬥歐 正好相反 這時候他上55 他的目的呢就是 就是希望薛西打鬥歐 為什麼 因為這個他後面六費就是 有這個火元素嘛 就是他打這個55上去的話就是 他這個你看 假設薛西六吞打鬥歐 鬥歐完之後剩下生物 只要不要剩02炒火 剩下的生物都是一個 還有戰鬥力的生物 然後打完鬥歐之後 他立刻上一個火元素 那他六費打鬥歐盡之後也不能做事嘛 然後立刻拍個火元素上去 然後七費就是再搞個這個什麼 啊這個 這個叫什麼名字 我忘了 這個 五費三六這個啊 反正就是可以這個 機力 然後 那個 就是讓 讓突然加攻機力 反正就是說他這 六費打這個火元素 七費打這個 五加了 就是說這個 基本上他後面的規劃都是沒問題的 所以他這邊呢 趕緊拍上這個 然後給對面壓力 然後逼他打漏 他這邊要是不拍這個的話呢 那 你看這場攻才幾點 247 那這個薛西就隨便搖搖甲呀 就等於一回頭就是提五點什麼的 就是 就太太太弱了 就是說這邊這個上五五 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不上五五的話 這個真的是太弱了 我只能這樣說 畢竟對手是個客戰 就是說對面客戰的話就是 這個你打到後期肯定打不過了 所以前期還是要加壓 而且這邊其實是有一點恫嚇力的 因為你看這個場攻是 12點 如果開四血的話是加15 就是27點 其實已經很接近了 就是比如說這個什麼四血 這個閃電劍啊什麼的 就說 這邊的話其實是會給薛西一定的壓力的 好的那這邊很多人就是解說都覺得說啊 薛西這首就是是在騙 騙韓國人說他們有多 那其實也不是這樣的 不完全是這樣的 這首為什麼這樣打 是因為 這邊薛西的這些七費的這兩張都是用不出去的 因為他現在克孫還沒有 這個還沒有辦法這個 就是buff到十攻 所以他這邊下一個苦痛十字鬼的話 至少這個苦痛可以過兩張牌 也就是說他想要找這個可以buff克孫的生物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他這個鬥歐扣著是為什麼 因為防身嘛 他如果說這邊先鬥歐的話 他下回了這樣子的話 他等到他找到這個 能夠buff克孫的生物再打下去 那可能對面上完場都不知道鋪成什麼樣子了 就根本是抵擋不住了 所以呢就是說 這邊一定不能打鬥歐 他一定要趕快找可以buff克孫的生物 所以他就選擇這樣打 然後如果對面就是在多下幾個生物 那一鬥歐就反正一樣 結果一樣 所以其實這個薛體這樣打 就是除了是騙子 還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手上並沒有buff克孫的生物 假設說啦 假設說現在他克孫已經死攻的話 那很可能他這回也許就會考慮先鬥歐 下回七倍啊就加十甲啊什麼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就會發現這邊這個韓國人 他選擇用的是比較右邊的這張火元素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很細的地方 就是說呢他剛在思考 他會是用左邊的魂素 來用右邊的魂素 因為這會有影響的 因為左邊一直沒有使用的牌呢 就是說放在最左邊的牌呢 對方會知道他從一到五層 他都沒有動過這張牌 雖然他現在呢 我估計他是想要 讓這個薛克希認為 這可能是一張嗜血術 對那就是說 他可能想要這樣子來達到一個七里的效果 對所以他選擇用右邊的這張火元素 他如果是想要讓薛克希猜不到 他手上有火元素的話 那他就會用左邊這張 那他左邊這張火元素打掉之後 薛克希就會覺得說 欸火元素兩張嘛 已經打掉一張 你可能就沒有另一張了 所以我會認為 韓國選手選擇用右邊的火元素 是因為他想要騙薛克希這張牌 並不是這個火元素 而是這個 就是說另外一張就是可能是嗜血之類的牌 那在這邊就是薛克希就打出了這張 預先準備好的鬥毆 那這邊我們會發現 你看這邊有這個五個生物 那這個後來留下的是這個狼魂惡意 所以其實薛克希這個鬥毆的運氣是不算差的 你不管是留天師阿 留這個 嘲諷阿 留這三個的話都是 攻擊力更高嘛 就是 對 現在抽 欸我剛剛沒有仔細看清楚 他現在刻書 其實我反而覺得 這邊要嘛就是直接上消失天真機 喔他只有六費 那那 那這邊這個 他們兩個沒有專心啦 這邊他水晶沒有不夠阿 他就是有七顆水晶 那個超彩這個是打了這個二三次之後才造成的 對 因為他們剛剛都震驚於學習這個阿 都打得太漂亮了 對 好那這邊為什麼他沒選擇打一個消失賺圖成 而是選擇先下這個三次 因為是這樣子的 這個三次先下去之後 轉了圖成之後 下回再打這個五加二的時候 這邊兩個會多出攻擊力 等於說是你打消失賺圖成的時候 你等於是對戰士多造成了四點傷害的輸出 對 那如果說這邊就先打消失的話 那 這個萬一消失被解的話 那你就只buff到一個二二 當然是有點弱 所以其實這邊先下這個 然後轉個圖成是沒問題的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呢 他這邊打的這樣是四費嘛 他還有三個費用嘛 這左手邊這幾張牌 依然是沒有打出去過 所以左手邊這幾張牌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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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特別啊 特別有這一張牌是 他從起手就留的 對 對 拆下去你就要輸了 對 生物質量其實有點 不是這麼高喔 那這邊如果沒有問題 可能是消失加天生劑 直接做一個double的一個激勵 打出一個 七傷嘛 當然他會說這消失會被P掉 但沒辦法你躲不了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要值得注意的是 復仇嗎 可能要控一下血量喔 看怎麼有控吧 哦 好那這邊呢 就是 打這個是五加二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樣規劃 然後這邊的話 不管是賺一個嘲諷圖騰 或法上圖騰都是好的 所以其實這邊 基本上 這個出了法上 也不能算是他運氣特別好 出嘲諷也是 學習也很難說嘛 那後來這邊控血的問題啊 就是說呢 到底要不要控血量 那我個人認為這邊不控血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嘛 你這個十攻打下去 那對面剩十血 對面剩十血 他的克孫是 這個還沒有buff到十攻 下回合是九費回合 除非他出那個神抽一張二三 才能夠打出那個buff克孫 然後加十甲這種combo 不然的話呢 就是 他如果這個 抽其他buff克孫的牌的話 是沒有辦法一回合內打出來 同時又打加十甲 所以就是說下回合九費啊 他只能夠疊兩點護甲 那這邊你把他打到十血 然後下回合九費 疊兩點護甲 十二血 你這手上傷害已經是 三六 九 加上武器 十二 對那當然你這個 防守人會被解掉 但是 他假如打完復仇之後 這邊還剩下一個 三攻嘛 所以就是說呢 他如果打完復仇 用連砍一下 剩下這個 就是 鑽甲嘛 所以是 剩下 那個 剩八滴 剩十滴 鑽甲剩十二滴 然後砍完剩九滴 對 所以剩九滴血 你剛好兩個閃電 加上火元素 就把他打死了 對 所以這邊呢 就是 這個把他打到十血 是 是經過了精密計算 這個韓國選手 覺得說呢 這個 我把你打到十血 你下回賺甲 那你怎麼解我這個 對不對 除非你叫斬殺 你知道嗎 你如果要連解的話呢 那你就要被我打死了 如果圖人魔像打一個三攻 然後再激勵 下一回合你還有消失 可以再做一個第二層的激勵 你的傷害應該蠻高的 然後這邊一個 猛擊復仇斬殺 接了一輪 是 哇 太貪了啦 好的 那這邊呢 就是其實這個 我們會看到薛雪奇 他還是算是小神抽 這個右手進了一張猛擊 如果不進猛擊的話呢 他一個副頭打擊的話 那這個圖人魔像還會勝一選 然後這邊 就是說他等於有兩個生物 他起碼有一個 很可能是要用點擊 或者是要鑽甲盾猛 就是特別虧 對 然後就是 所以這邊就是 就是 當然如果啦 如果他沒有進猛擊的話 他副頭打完 然後 鑽甲盾猛擊 掉一個 然後 斬殺掉一個 然後 剩12血 可能剛好就躲過了 就不會死了 所以這邊這個 進了猛擊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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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導致他後面的選擇 他選擇沒有鑽甲 對 阿趁現在這個血量是比較適合復仇的 就是先復仇 是先復仇 對 後面台面再大 比如說八八十十各種兄弟姐妹 沒錯 我也是鬥喔 這裡應該是復仇最好的 時機點 對對對 對相也多 對相也多 這裡不打算繳斬殺嗎 靴底在想什麼 靴底在想要斬殺 有一個死血機 我覺得偏危險 誒 我可以說呢 我覺得這手拳的同期斬殺 是 是一個 疑問手 很可能我認為是 打錯的 對面這個沒用的牌 但他可以覺得 阿這是四血術 但其實 有一張是他 起手就有的 那起手就有四血術嗎 我覺得是 不太信 就是 起手就有我覺得 最可能的 一直到現在沒有機會 打出來的 就是閃電劍 所以的話 他應該 學習應該能夠理解到 對面手上 至少是一張閃電劍 然後兩張沒用的牌 也不知道是什麼 對 然後呢 就是 這邊死血 你想 下回合 就是說 下回合 假設他要打 克蘇文的話 那他就沒有辦法再疊假 也就是說他連續兩回合都沒有賺假 他連續兩回都是死血 那都死血的話 對面就是如果 假設有個法強 不管是搖出來的 或是打出來的 這個藍龍啊 血法什麼的 就是 那邊假如有法強 他這個刀是一個三弓嘛 三弓 踢下去 七血 七血的話就是 加上扣著閃電劍一打 那就是三血嘛 因為這個有法強嘛 所以就是說 其實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對 而且他這個手上的牌 其實 其實 不好解 就是說等一下 因為他 他加不了獎了 加不了死獎了 等一下這個 不管這個薩滿 就是出 出什麼東西 就是 他這個場面就是 不一定很好 很好處理 對 所以就是說 他這邊 打銅鬚的話 他下回合就是 就是 克蘇恩就是 想要這個 就是 再打克蘇恩的話 他等於是 連續兩回合都 暴露在這個 只有死血的這個 危險之下 對 那當然這邊就是 我還是 可以幫他辯護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他這個打銅鬚也 不能說是有錯 但如果他打銅鬚的話 就是 他如果要拼的話 其他也可以考慮就不用斬殺 就用連砍了 就是但這個都是小事的 因為他下銅鬚的話 就是 如果啦 如果上了這邊 當然不太可能解 解不到銅鬚 要解可能有辦法解 應該是這樣 對就是 但假設就是 解銅鬚的話 那就是加四血嘛 那就是可能 比這個 加兩血 哎 多加了 兩血 所以就是 這個銅鬚等於是回四 轉甲是回二 所以銅鬚更有 回血效率更高 對 那這個是一個方面 然後另一個方面 是如果 增結不掉 下回合 這個 克孫一打下來的話 就是 確定應該是能把上來的 不管是什麼場都清光 然後再下回啊 這個再 再來賺 再賺吧 就是再賺賺 或是下個四六炒狂也 也 也許也還行吧 所以就是 這邊就是 嗯 就說他這樣打 還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覺得 他如果對這邊的手排 一直沒有打出去 他有一點警覺 然後他 知道說 他如果 打同學 下回打克孫 他連接兩回是沒辦法 轉甲的 這樣的話你看 即使武器直接羅砍兩刀八血 其實怎麼說呢 那隨便法強兩個電劍 就 其實還是 還是在懸崖邊緣游走 所以這個地方 你也不能說是 說啊 他這個失誤了 就是 只能說是這個 克孫沒有buff到 10攻的話呢 對他這個 手排來說的話 是真的就很難 就是說在現在這個局勢下 對 所以這場速度 當然這個 根本原因是因為他 沒有抽到buff克孫的卡 對 那這個 最後這手的話 是有待商榷 但是也 不能說就是完全錯誤的